哈喽大家好 我刚刚呢是做了一锅这个割的汤 然后发现呢我的刀头好像很脏的样子 你可以看得清吗 我锅还没有洗得很干净 但是周边你看有一点像 也不是锈 因为它是不锈钢嘛 好像是有一点点这个污渍 其实每天呢 或者每两天我的锅都会放到洗碗机里去清洗的 那么今天呢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深层次的清洗一下 那你首先呢攒几个这个鸡蛋壳 这是我两天攒的 所以昨天我用保鲜膜盖起来了 怕它会干得太内的 然后呢再准备半颗柠檬 就把这些呢通通的放进去 我这里好像是七个鸡蛋壳 就没所谓了 几个五六个四五个都可以啊 好这样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水啊 好然后去接点水 差不多两三百克就可以了啊 我也不用撑了这样子 杯差不多 已经将近没过到头 就是差一点点没过到头 哎我的盖子 好然后我们盖子盖起来 这样的话呢要用速度五来清洗啊 好 先摄这个一分钟 一分钟然后速度五就好了 好 有一个小朋友一定要进到镜头里面来 好 你看它洗的就是像在涮一样的啊 好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完全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啊 这个就是半个柠檬 加上几个蛋壳 你们刚刚看到的 然后一点点水 我现在去把它倒了 然后冲一下给你们看 好我洗干净的锅 你看是不是很亮很干净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柠檬清香味道 所以建议大家呢 在平时做好这个清洁工作之外呢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一次 Deep Clean深层次清洁 好希望你们都学会了 你们的煮锅也香香的 再见 再见